我們最近不是在打那個AZ 或者那第二劑 很多人打完第一劑之後說 黃卡不見了 說要你先去 那個第一間醫療院所補發 然後大家醫師之間就在問說 到底這個補發能不能收錢 因為這個卡片他們會說 卡片不是政府作給你的 你為什麼可以收我的錢 可是也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要在我的電腦裡面調出資料 看你打第一劑第二劑 看你是幾月幾號打的 這也是一個工程 也是一個工本費 所以大家其實醫師之間也有在討論 那就有一個醫師他就跳出來說 拜託 大家要收錢 我一個阿伯來 我跟他說不用收錢 他很高興 結果他卡片連續掉了四次 所以他來不發四次 說這間不用錢 那間要錢 那間比較沒義得 搞到我們醫生之間都很混亂 有些很熟的 你可以講到某些語言 那爸爸媽媽不會在乎 但是如果說真的不熟 你就是中規中矩把病看完就好了 不要恒生枝節 那我自己以前也有遇過一次 我們大醫院有一個醫生 他真的還滿帥的 然後媽媽抱著一個 大概四個月大的小寶寶來 那個時候媽媽是有背筋的 小寶寶就在裡面就這樣子抱著他進來 然後就說怎麼腸胃有問題拉肚子 然後媽媽就問醫生一句話說 你要聽診是不是 我要不要把這個背筋解開 因為小寶寶是靠在媽媽胸孔 我要不要把背筋解開讓你聽 那個醫生他就拿個聽診器說 你解不解開我都聽得清楚 只是你沒有解開的話 我 媽媽 因為那個醫生滿帥的 沒關係 那我就不解開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都已經生小孩了 我也在餵母奶了 其實兩邊的講話都很震驚 大概都沒有那種 那個戲虐的語氣 好 就聽 有沒有碰到我真的不知道 然後就結束了 也都沒有發生什麼事 可是旁邊的同事看到了 隔了兩個禮拜 旁邊的同事 也遇到類似的情形 媽媽就說我要解開嗎 他就跟他說 你解不解開都沒關係 可是我會碰到你的胸部 媽媽就說好 那我解開 這個媽媽的表情就很臭很不好 因為不同醫生 解開讓醫生聽完之後 就回去了 然後隔兩天就收到一個投訴信件 說 這個有性騷擾的嫌疑 你情好好地解釋 那我們的同事 他的心裡就在想說 我是真的認真的告訴他說 你不解開會碰到胸部 那是不是只是差別在於說 人帥沒問題 人醜性騷擾 或是人醜性騷擾 那我之前真的有遇過一個真的 我就是發現他就是在錄音 然後他一開始就是態度很爛 他在外面就抱怨 因為掛號等太久 掛號費太貴 然後你們外面空間不好 然後進來的時候 掛號費太貴 不是都一樣的嗎 會 還是會有比較 然後所以他一進來 我就覺得他就是在錄音 這也是我唯一一次 不想點破 但是我又不想給他錄 然後我就咳了兩聲 就把紙拿出來開始寫 我今天喉嚨不大舒服 所以我就用寫的 我就完全不講話 然後爸爸就說 你不能說 你剛才可以說 現在不能說 我說喉嚨就忽然間很不舒服 反正就是從他進來 我發現他錄音之後 他就沒有錄到任何一個聲音出去 多胞胎的爸爸媽媽 真的是蠻辛苦的 我自己的診所 我有特別交代櫃台的同事說 假如他是雙胞胎 請你在病例上幫我寫 老大就寫A 老二就寫B 那我自己的 有一個五個月大的雙胞胎 帶進來給我看的時候 我就看到病例上面 真的寫A 真的寫B 櫃台有照我的規矩做 可是我怎麼看就覺得很怪 一個8公斤 一個5.5公斤 那我就覺得 怎麼會差這麼多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你這個真的是雙胞胎嗎 媽媽就說 對啊 陳醫師那個說來話場 他就說 這個孩子剛出生的時候 他們沒有去坐月子中心 然後回到家裡面就是 然後爸爸媽媽就一家三個人 就幫忙這樣子處理 結果他們發現雖然是雙胞胎 他們常常這個孩子餵奶 餵了兩次三次 那這個孩子忘記餵 然後時間久了之後就覺得怎麼 體重差那麼多 那也因為這個原因來講 他們才說 那我們從此以後衣服不要穿一樣的 我們以後衣服穿不一樣的 然後就做個紀錄表說 這個餵過了 然後這個還沒餵 結果我就想說 奇怪媽媽媽你好像有點欲言又止 你是還有什麼沒有跟我講嗎 他說 陳醫師其實我們是三胞胎 第三個孩子 因為我們覺得說 真的家裡面照顧不來 所以我媽媽在竹南 他把他帶到竹南裡面去照顧了 所以他們三胞胎 是分兩個地方照顧 一個地方照顧兩個 一個地方照顧一個 但是我必須跟大家講 請大家不用說 因為我自己的答案 跟這個答案不一樣 而擔心 這三胞胎也多了 這東西就是統計 這個幾個項目 絕對都是前面幾個 是 其實我覺得爸爸媽媽很辛苦 成績有夠爛 你就叫他要努力一點 成績中等 你就跟他說你可以再加油 對 成績超級好 你就跟他說你要維持要保值 不能掉下來 好可憐 所以就不能說 整個總組合來講 學業成績在第一名 所以其實也要提醒各位爸爸媽媽 我們要求孩子要前三名前五名 那到底誰要拿後面的護士 真的 所以只要他習慣他自己的一些學習順序 他以後有各自的發展 不要在學業方面太多的在意跟擔心 關於孩子玩水這件事情 我們醫生都有幾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不管你的孩子超級會游泳 或是完全不會游泳 如果他真的去游泳請爸爸媽媽真的盯著他 眼睛要盯著他 對 我們之前真的有遇過案例 這個國小六年級拿到救生員 執照的還溺水的 那更何況你的孩子如果完全不會游泳 爸爸媽媽真的眼睛要盯著他 那第二個我們會建議說 即使那個游泳池的高度很淺 甚至於說我們的孩子 腳都可以明確地踩到地上 你還是不要掉以輕心 當然 我們之前有遇過三歲的孩子 在15公分的浴缸裡面溺水 洗澡的時候媽媽臨時出去 接個電話水趕快關起來 孩子倒下去沒有辦法 把他呼吸道磨出來 是 對 第三個我們就拜託大家說 請你不要以為孩子溺水一定會大叫 一定會求救 我們之前也遇過那個媽媽就看著孩子 在那邊水母飄 飄著飄著就覺得我的孩子 可以比氣這麼久嗎 憋氣這麼久 媽媽都覺得怪怪的 救生員也覺得怪怪的跳下去 原來他溺水了 所以其實孩子溺水的時候 他有的時候就只是嫩嫩 呆呆的灑住了 不知道要怎麼樣求救應變 那第四個就真的拜託大家 孩子真的溺水了 你起來即使救他回來了 呼吸正常了 或許還是帶去給醫生檢查一下 當天晚上到隔天 你要看他有沒有咳嗽呼吸喘 因為有的時候你的氣管發炎 結果半夜的時候 氣管慢慢的腫脹 其實你真的半夜一口氣吸不上來 你還是所謂的 還是會出人命 之前在門診的時候 曾經遇過一個媽媽抱著 四個月的孩子來掛號 他媽媽穿著那個運動服 有那個帽子的 那個T恤有個帽子的 然後穿著那個緊身的短褲 穿著運動鞋就是慢跑 然後那個孩子進來 媽媽就一直哭一直哭 四個月大的孩子 身上髒髒的 臉上泥土 然後有一些樹葉 然後有一些樹枝 我一邊在處理的時候 幸好傷口不是很大 我就說媽媽你這個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我在想說要不要 會不會被小狗咬 要不要打個破傷風什麼的 媽媽就說 他推著嬰兒車去慢跑 跑...就停下來跟人家聊天 對 聊著...手就放開了 他剛好停在一個長斜坡 那個嬰兒車就滑下去 像電影畫面一樣 整人節目齊 你電影像是那位媽媽嗎 會不會是那位 對 是不是他 除了一下 反正就是天兵 那就滑下去 他跟聊天者一起追 沒追到 沒追到 長斜坡的最下面是一個花圃 好險不是馬路 好險不是馬路 然後那個車子就撞到那個花圃之後 那個車子就... 搬車 就把那個小孩 攔進那個樹叢裡面 所以那個小孩子是臉朝下 貼在那個樹叢裡面的 幸好傷口不是很大 然後也不需要縫 反正就是傷口好好的處理 但是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拜託你下次就不要搞這處 好不好 這很令人家緊張 真的 心裡還是想天兵 自己診所的系統 設定說 每個月看診最多次的 會跳出來讓我知道 是 那我自己是設定超過十次 有一個月就跳出了一個 三歲的小男生 那個月看診超過十次 那我就回想 還真的很有印象 因為他幾次看咳嗽鼻水發燒 但是大部分爸爸媽媽來 都是說 陳醫師 後腦勺有腫塊 那這個後來仔細問 才發現說 他在最近這兩三個月 每次只要一哭就開始 這是撞喔 頭會往後撞 我偶爾會跟爸爸媽媽說 那你如果後面沒有東西呢 他會改來看前面黑車 撞前面 他會撞前面的桌子 就是只要他一哭一鬧 然後爸爸媽媽哄他 他可能也哄不停 他說兩三個月前 他看電視上有一個玩具 他跟爸爸媽媽說想要買 然後這個爸爸媽媽說 這個不行喔 這個沒辦法買給你喔 還沒有開始賣喔 他就開始哭 然後哭一哭之後 頭就撞到後面 他阿嬤就衝出來說 是怎樣 發生什麼事 然後事情搞清楚之後 阿公阿嬤就載著這個孫子 出去外面 現場買了一個這個玩具回來 所以說從那一次之後 他每次只要一哭一鬧 什麼事情不如意 他就是開始往後撞 那爸爸媽媽其實就為了 這件事情很煩惱 他甚至於會擔心說 是不是腦袋裡面怎麼樣了 他才會做出這個動作 後來其實我為了讓爸爸媽媽媽安心 我把他安排去這個小兒腦神經科 做了一些檢查 檢查完真的腦袋裡面沒問題 所以我後來就跟爸爸媽媽說 如果他再發生這樣的情況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確定環境是安全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盡量用一些別的方法來 吸引他的注意力 不要讓他就是一直持續 在這件事情上面 然後還有提醒阿公阿嬤跟家裡面 所有的親戚 不要因為他做了這個動作 就去滿足他的慾望 這只是會增強他以後 每次只要得到什麼東西 沒有辦法獲取的時候 他就做這個動作 我自己倒是有兩個印象深刻 天下大亂的例子 我是一個很熟的書法老師 他家裡面四面牆壁 全部都是名家字畫 而且都是很有名氣的 那有一天 同時被毀容 因為他孩子四歲 拿了爸爸桌上的毛筆 就同樣高度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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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圈 全部走一圈 所以全部一樣的高度 那些價值不菲的字畫 每個都有這個痕跡 天啊 幸好那些字畫 他說他不會賣 但是問題是總是全部被毀了 對啊 另外一個我印象深刻的 因為我診所自己開了十年了 所以很多媽媽 從少女到少父到大媽到大嬸的經歷 十年沒有這麼多 生完孩子會變大神 那我印象很深刻 他生完第一胎的時候 他還是要去做做頭髮 然後還是要穿穿有根的鞋子 抱著小孩來打預防針 然後隔一年生第二個 再隔一年生第三個 連續三年都是男生 藍白脫了 那已經要變大神了 那藍白脫太醫生了 真的 而且還翹腳看 太慘了 就是T恤 然後馬尾 然後就是隨便了 也不在乎了 然後臉就開始 沒有什麼精神還黑眼圈 看病看一看 他就跟我說 每次都問我說 陳醫師到底有沒有什麼藥 可以讓這三個男生乖一點 他忽然話風一轉說 那陳醫師你覺得 如果跌打損傷 可以擦些什麼藥 我想說奇怪 這問題怎麼跳痛 跳得太遠了一點 他說他家亂到 真的進去地板 沒有地方可以踩 他們家是瓦斯桶 要送進來的 那個送進來的瓦斯桶的 就真的就踩 就踩到小車車 就真的給你滑倒 好危險 那個瓦斯桶的業者 沒有跟他求償 但是他是自己覺得 很過意不去 他說要買一個 那個跌打損傷的 去跟人家說這個 道歉 所以他才說這個 生男生真的很辛苦 尤其連續三胎都男生 真是天下大亂 對 的確外國的研究說 媽媽在懷孕過程當中 吃的東西 聞到的氣味跟聽到的音樂 的確肚子裡面的孩子 也會有感覺感應 但是出生之後 到底會持續多久 這倒真的是不知道 那至於吃東西 我記得去年大概五月六月 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有個爸爸帶著他的孩子 來診所看病 看完病之後 爸爸就說 陳醫師你覺得這個疫情 會到什麼時候結束 為什麼爸爸會問這個問題 原來疫情開始之後 爸爸就被下令 居家工作 居家上班 不用出門 然後媽媽也在家 孩子也在家 然後媽媽就跟先生說 你就正常上班 在家裡 我都不會吵你 你一天只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為我們孩子吃中餐就好 爸爸想說 這小事 為他吃個中午餐 飯就 碗就擺在那裡 我只要餵他吃 結果他說 他人生中最困擾 最痛苦的就是 那一個小時 小傢伙兩歲 然後 要吃東西之前說 他就不肯張開口 所以你那個湯匙 要先給玩具吃一口 然後小朋友才願意張開口 然後小朋友 要一邊看著電視 一邊吃東西 所以 第二口的時候 他又說 玩具還沒吃 你還要餵玩具之外 他嘴巴張開 上一口還沒嚼下去 所以就變成說 他一個小時 又要餵玩具 又要餵他 餵到他 他嘴巴又沒嚼下去 搞來搞去搞半天 一個小時 只吃了三口到四口 他就說 拜託疫情趕快結束 我寧願去上班 我也不要在家裡 要在家帶小孩 餵這一餐 所以我都跟爸爸媽媽講說 如果說 吃飯的習慣養好 就是 固定 那個時段 不要看電視 不要玩手機 不要玩玩具 然後爸爸媽媽坐餐桌上吃 小孩子也坐餐桌上吃 然後如果這半個小時沒有吃完 你也不要追著他餵一口兩口 那個就全部收起來 下一餐再給他吃 就是養成良好習慣 比較不會有日後的困擾 兩三年自從COVID-19 開始流行之後 我們醫師之間 最喜歡聊的一個話題就是說 如果現在有一個COVID-19的病人 坐在你的面前 請問我們到底診斷得出來 診斷不出來 說真的診斷不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COVID-19它的症狀 跟其他疾病的症狀 真的很像很像 我們講說 以往見到的感冒說 好像有一點咳嗽流鼻水 一般來說普通感冒 不見得會發燒 那普通感冒也不會肌肉痠痛 然後更加不會說味覺嗅覺異常 那如果我說 以往大家擔心的流感就是 高燒 肌肉痠痛 然後咳嗽喉嚨痛 這個是以往我們遇過的流感 然後前一陣子很流行的Delta 發燒也有 咳嗽喉嚨痛也有 肌肉痠痛也有 比較特別的是 它會味覺嗅覺異常 所以基本上你如果說 我聞不到那個什麼花的味道 吃泡麵也聞不到味道 基本上你還是要比較小心這個 真的是COVID-19這個疾病 他鼻子過敏也是會有這樣子 鼻子過敏 通常都是聞不到味道 但是吃東西好歹還有 有一點點味道 了解 那這是之前的Delta 可是現在是Omicron 現在Omicron 味覺嗅覺異常的部分 也沒有那麼多了 那發燒也有可能 咳嗽喉嚨痛也有可能 肌肉痠痛也有可能 甚至於 所以說真的我們很難診斷 我自己在門診 其實最近這十天裡面 很常遇到 反正大人小孩 不管什麼症狀 不管我看了 告訴你是什麼病 他最後都會問一句話說 我要不要驗一下 我要不要快篩一下 什麼病他都會這樣問 那其實我們當醫生的立場 都會覺得說 如果做這個快篩 你可以回到家安心一點 其實大家都輕鬆 我說好 那你可能可以去買買看 有沒有買得到快篩 然後回家驗一下 結果有個媽媽真的照做 他說 七點鐘回家驗 八點鐘拿著兩條線 衝回來診所 還要衝給你看 他說陳醫師 真的兩條線 真的兩條線 我們就說來… 你現在打1922 那如果打不通 你就自己開車 不要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然後去篩檢站做篩檢 然後篩檢到 不管是陰性陽性報告 跟我們講一下 隔天報告回來了 好險陰性 那前天那兩條線是什麼 對 媽媽就說 陳醫師 她都看到驗孕棒 其實後來我才發現 提醒各位 那個快篩滴下去之後 10分鐘 15分鐘內 就看報告了 是 媽媽把小孩子搓一搓之後 滴下去去洗個澡 40分鐘出來 真的有一條很淡很淡 很淺很淺的第二條線 其實你把家裡面的快篩 放久一點 偶爾也會有人出現第二條線 那個通常都不是 所以可以先不用太擔心 那還會有人問我們一個問題說 五歲以下沒有疫苗可以打 那到底要怎麼辦呢 對 我們都說 其實真的正常生活作息 人多的地方盡量不要去 如果可以戴口罩 勤洗手比較好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做到 那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大家盡量在家裡面 盡量去少去跟那種 比較不熟悉的人接觸 其實小朋友我真的比較少 遇到昏睡昏塵 遇到媽媽問我說 到底為什麼 小孩都不睡 爸爸也不睡 大部分我遇到的都是這種問題 可是偶爾也會遇過說 有一個媽媽 她帶了一個 國小一年級的孩子來看病 看感冒而已 可是看完之後問說 那為什麼她的孩子 國小一年級 她老師每隔幾天就打電話來說 為什麼這個孩子 上課都在打瞌睡 第一個問題我就問她說 那你前一天晚上 都讓這個孩子幾點睡 她說她有把它修正到 每天晚上9點半到10點 就讓孩子睡 其實在現在這個環境裡面 已經算比較偏早了 她有沒有吃早餐 媽媽說有有有 有吃早餐 但是她的早餐 這個孩子不願意喝鮮奶 不願意吃荷包蛋 她只願意吃吐司甲果醬 那其實這整個都是 澱粉跟糖類 我就跟媽媽說 可能這個早餐的食物 稍微幫她調整一下 因為你一吃了這些澱粉類 糖類 其實你身體裡面的血糖 瞬間衝高 然後胰島素分泌 又把你的血糖 瞬間壓下來 其實早上第一節課 第二節課 在這個血糖的波動過程中 是真的會很想睡覺 他輸的都是我的早餐嗎 好嗨 我看你早餐都有 都很營養 我早餐就是 是吐司是嗎 我就是吐司 然後加Ash奶油 然後再加杏桃醬 就是這樣子 好厚 之後的給它抹上去 可能還是要有一點鮮奶 水果 蛋白質 應該都有 豆漿拔 對 有啦 有啦 這樣子是還可以的 不然我嚇死了 沒有任何一個醫師會希望誤診 然後誤診的原因有很多 但是我必須要喊一下冤枉 就是說 其中一個讓醫生用到誤診 這個名詞灌到頭上的原因就是 去年到今年農曆過年之後 其實好多 那我自己在診所 有遇到爸爸媽媽 一起抱著一個一歲半的小男生 來看病 然後主要就是說 怎麼今天就開始噁心嘔吐 然後活動力變差 那因為剛好是這個腸胃炎 好發的時期 所以我就看說 那爸爸媽媽你們也要多注意 可能今天回去 如果它是這個諾羅病毒造成的腸胃炎 爸爸媽媽今天回去 也可能會開始拉肚子甚至吐 但這小孩子只有吐 只有精神不好 但是還沒有拉肚子 隔天 爸爸又把這個孩子帶來掛號 這次媽媽沒有來 那爸爸就說 陳醫師 你昨天問說 有沒有去撞到頭 我太太在旁邊 我不敢說 他昨天媽媽出門一個小時 爸爸餵他吃東西的時候 小朋友吃到睡著 然後就從椅子上面滑下去 碰 又有撞到頭 那他就覺得說 這個撞到頭 可能跟他的兔沒什麼關係 所以媽媽在旁邊 他也不敢講 這就問題來了 你看這孩子也沒有發燒 然後也真的沒有拉肚子 然後你又明確跟我說 他有撞到頭 我就要排除掉 有沒有可能真的是腦震蕩 腦出血 這些問題 我說來 我趕快幫你安排去醫院 做點檢查 結果後來轉診的那個醫生打來說 陳醫師 真的 腦袋裡面好像真的有一些些的影響 你要說我昨天跟你說 是腸胃炎是誤診 可是問題是 你給我的訊息也不足夠 那幸好後來第二天他回來 自己坦白了 他發生什麼事情 趕快處理後續的部分 長久的影響 基本上都沒事 透明這件事情 其實真的很難抓 我們有遇過的 比較常見的就是 蝦子 螃蟹 海鮮 花生 芒果 奇異果 也遇過新衣服 新床單 新床罩 還有遇過狗毛毛毛 還有遇過睡飯店 都過敏了 所以基本上我會建議你 真的認認真真的寫個食物日記 就是說我今天吃了什麼過敏 對 但是食物日記還要更區分 我以前遇過 以前吃蝦子不會過敏 現在吃蝦子過敏 因為現在的蝦子不新鮮 可能說養蝦的時候 不知道加了什麼東西 它是對額外的東西過敏 也不是針對蝦子過敏 所以我真的會建議說 你就認認真正的寫個食物日記 然後說我對什麼東西過敏 可是我哪一次的嘗試 沒有什麼事情 甚至於你找得到一個很好的藥物 可以對抗你的過敏的 然後就是生活盡量簡單 那些副食品 你不吃副食品 你要做乾淨的東西 可是如果驗血呢 驗血可以知道嗎 對 現在的過敏每一顆 有那個長串的 可以驗出幾十種皮白症 過敏可以檢測一下 我驗那個 一長串 可是我說實在 我也驗過 我看完那一長串 我真滿驗室的 好多過敏 好多過敏 我之前有遇過一個孩子 他四歲半 然後他們第一次來看病 我們就會寫過敏 所以我在左上角 那個醫生就直接寫說 阿嬤說他對阿斯匹林過敏 那我們小兒科很少用阿斯匹林 所以我們寫了就寫了 也不當作一回事 結果他四歲半的時候 我們診斷他是川崎氏症 我們就開始頭痛了 川崎氏症其實要給藥 什麼草莓蛇 發燒 眼睛紅 手腳出疹子 而且不好好顧的話 以後這個小孩心臟會有問題 你真的有經驗 我養過孩子吧 因為他是川崎氏症 他需要用阿斯匹林 然後我們就開始頭痛了 因為你真的阿斯匹林過敏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用到這個藥 我們就跟媽媽說 媽媽 小孩子很少用阿斯匹林這個藥 他到底是什麼情況用到阿斯匹林 然後發生了什麼過敏反應 媽媽說我不知道 不是你嗎 他說沒有啦 講他對阿斯匹林過敏是阿嬤講的 然後他就打電話給阿嬤 然後後來把事情搞清楚了 原來他有一次 是阿嬤過敏 不是 這很玄 他有一次吃退燒藥過敏 所以醫生就跟他說 退燒藥那麼多種 你以後吃退燒藥只能吃普拿疼 所以照道理你應該跟醫生說 我對某某退燒藥過敏就結束了 對 可是問題是阿嬤就說 我孫子只能吃普拿疼 然後他又看電視廣告說 普拿疼不含阿斯匹林 所以他就自己覺得說 我的孫子是對阿斯匹林過敏 所以他只能吃普拿疼 自己診斷 到最後搞清楚了 反而是一個誤會 好險他的川崎失症 趕快阿斯匹林用上去治療結束 沒事也沒有過敏 不過其實最近我覺得那個 買快篩跟做快篩 基本上是全民運動 是 所以我覺得趁著這個機會 跟大家講一些小小的細節 注意事項 第一個 如果我要做那個鼻腔的快篩的時候 這個棉枝你要拆開以前 最好就是桌上先消毒 手都先消毒乾淨 因為有的時候 你家裡面爸爸是確診的 所以你被這個居家隔離 然後你想要出門 你要做到快篩陰性才能出去 可是實際上你的手上可能帶著 爸爸的病毒 所以你要拆開這個棉枝以前 真的手先洗乾淨 然後棉枝 這個有這個比較偏棉花的這部分 跟這個塑膠棒的部分 你要拆開的時候 當然是從塑膠棒的這部分拆開 你從棉枝的這部分拆開 你去摸到它 基本上也可能把病毒染污到上面去 然後其實很多人在還沒有快篩流行以前 根本不知道搓鼻孔要搓哪裡 對啊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說 鼻樑就是斜斜的 那我搓進去就順著鼻樑斜斜的往上搓 說真的現在因為是 居家快篩兩公分 這個距離進去 不會傷害到任何的地方 所以OK 那實際上我們醫生要做的是鼻腔後頭鼻咽 所以其實是進去之後 稍微平行甚至有一點往下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是居家快篩要做兩公分 往上跟往這個角度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可是你看新聞都說 什麼搓太淺 驗不準 你要搓太深一點 如果你想搓深一點 你就不要從這邊往上搓深一點 這個不可以 你往這邊搓最長進去 甚至於可以到六公分 七公分 可以破到喉嚨後面的底端 我們在醫院做PCR 甚至於說以前做流感快篩 就是這樣子搓 狠狠的給它搓到最後面 所以角度要拿捏 再來 其實我們以前做鼻腔的快篩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就是在進去裡面 攪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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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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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這個新聞報導說 那個好痛 好不舒服 所以我們有那個唾液快篩 唾液快篩其實差不多的道理 它只是多了一根管子 你噴口水噴噴噴噴噴 噴在這根管子裡面 然後滴一個幾滴進來這裡面 攪拌混合 再用這個去滴那個快篩盤來做 所以其實差異性不大 但如果你要做唾液快篩 既然你是唾液 你就不要問我說 陳醫師用鼻液可以嗎 不要問我說陳醫師用嘆可以嗎 都不要 我就是要過癮 30分鐘前不要吃東西 然後維持口腔的清潔 也不要抽菸 然後這30分鐘 你就慢慢的醞釀一點口水 口水出來之後 就噴在那個小小的管子裡 繼續往下做 那剛剛講說這個確診 其實我們診所超級多 千奇百怪的案例 之前有一個大學生女生 她來坐在面前 其實我都習慣要查一查她的病例 兩天三天就去做一次PCR 其實我很佩服她的勇氣 但是我就往後做了一點 雖然她都是陰性 可是她兩天三天就跑去做 我就覺得一定有怪怪的地方 她就說我真的有不舒服 然後她說而且我有買保險 其實對一個大學生來講 五萬塊十萬塊真的很多 然後好了 她做了都沒事 我檢查也沒事 好就回家了 結果她隔天打電話來說 我昨天看完你之後 我又去做了一次篩檢 這一次試了 好啦 試了就試了沒關係 可是其實很多人 她就是看說我篩檢陽性陰性 可是接下來陽性要怎麼做 她完全沒有概念 她說我陽性了 接下來要怎麼辦 我就說現在的規則是隔離七天 那你應該要在家裡面隔離 她說那我三餐怎麼辦 我想說這個是醫生應該要回覆的範圍 那你可能看看能不能叫個外送 給你掛在門口 你網路上付錢就好 她說那我學校要不要請假 真的 問題真的有夠細 而且我都覺得 這不是一般正常人 都應該要知道做的事嗎 我說你沒去學校老師會發現 老師也會問你發生什麼事 最後她問了一個問題 我真的要掛電話 她說我買了團購 現在要去拿可以嗎 我說基本上你就是從現在起 七天待在家裡不要出門 團購那個你就氣標 或者找別人幫你去拿 剛講到大人打疫苗 我們小兒科其實最近很常被問的就是 我的孩子五歲六歲七歲八歲 五歲到十一歲的孩子 要不要打疫苗 是啊 那其實大家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是因為覺得說 我過去打莫德納超級不舒服 我的小孩不知道受得了受不了 是 或者說我看那個新聞報導說 他會心肌炎 或者說什麼心肌炎 實際上外國的研究發現說 在大人打了之後 副作用不舒服的比例 反而發生在小孩子身上 很少很少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個 莫德納我們打在這個 年紀的小孩子身上 其實是成人的一半劑量 那BNT打的劑量 其實是成人的三分之一的劑量而已 那莫德納打了之後 小孩子身上 產生的抗體濃度稍微高一點 但是實際上 他產生的不舒服的比例也高一點 但是那個比例 大部分都是局部的痠痛 紅腫 什麼疲勞 累 那個都有可能 但是你說真的嚴重到變成心肌炎 或是心包膜炎 那個比例非常非常的少 其實十年前我剛開業的時候 那個學長就已經先教我說 你開業之後 要去加入那個地區的警友會 然後他說你如果可以的話 裝潢核氏允許的話要有個那個匾額上面寫 警察之友 或者說買一個那個公仔 捐錢是不是會送個公仔 警察制服 警察娃娃 我真的有聽進去 我有積極參加他們的活動 但是匾額說真的跟裝潢有點不大搭 那個娃娃 我也不知道擺哪裡 但是我真的積極參加這個活動 有演講我都去支援 有很多名片 我就擺在桌上明顯處 有一次那十年前的事情 就孩子就發燒 然後阿嬤掛完號之後 就帶著孫子坐在旁邊 坐了一分鐘 就跟櫃台說 我孫子發燒 怎麼看病要等這麼久 他阿嬤就把他孫子拉著進來 推開門 就說 我就說阿嬤 這名單上你前面還有六七個 有三四個也是發燒 真的沒辦法給你先看 那阿嬤越吵越大聲 然後說什麼 你沒有醫德 別人不爭取 是他們放棄自己的權益 有發燒一定要爭取先看 越炒越大聲 好像本身就律師這樣 憲長就有一個病人 在我面前要等著看病 他也弄住了 他也不知道怎麼辦 他也在看我怎麼處理 我暗示他說我桌上有一些名片 他也當作沒看到 我就真的只好報警了 報警來了兩個警察 速度還算快 阿嬤你出來一下 就把他叫出去了 可是阿嬤的聲音還是很大聲 我當然就趁著這個時間 趕快把這個看病的 趕快先把他看完處理掉 越大聲越大聲 我想說警察會不會照不住 好險聲音慢慢的就轉小聲了 這個病人看完 我想說等一下結果是怎麼樣 警察進來 陳醫師處理完了 沒有問題了 我就放下心了 我跟那個阿嬤協調的結果 你幫他先看一下好了 怎麼會這樣 這個 還有一堆人等著 我在看 我叫你來是希望 你幫我安撫他一下 他說陳醫師 你體諒我們一下 阿嬤講不通 也不理我們是警察 然後我也不可能把他上銬 帶回警察局做個筆錄 他說 阿嬤 你就給我個面子給他看 其實對我來講 有台階下 對外面的病人有交代就好了 我其實說真的 我也覺得警察真的很為難 你真的上銬給他帶回去 等一下他的兒子孫女什麼的 其實我都覺得 我很羨慕律師這個行業 但是我的想法是會不會是 每個人都會羨慕別的行業 我之前大概一兩年前 曾經遇過一個情況就是 小孩子中耳炎給我看完門診 我開了藥給他回去吃 結果隔了幾個禮拜 媽媽跟我說 你為什麼沒有強調 一定要吃藥 媽媽就用訊息跟我來回 那有一些情緒性的字眼 所以我就把這個事情放在臉書上 其實大家都覺得太誇張了 隔了兩三天 有一個孩子來看病 他媽媽是個律師 他跟我談得很來 他說陳醫師不要想太多 我跟你講那個媽媽真的是 情緒上的字眼時間過了 他就好了 我多年律師職業的經驗 案子不合理想的 或是說被判刑的 他用很強烈的字眼罵我 很情緒化的字眼罵我 罵得很難聽 結果隔了三五天 他都有回來跟我道歉 所以陳醫師你放心好了 我猜那個媽媽過幾天 也會跟你道歉 我其實愣住了 我說那麼多年來 跟我有過糾紛的 從來沒有人跟我道歉 媽媽真的沒有沒有 人性本善 我告訴你 我那麼多年的職業經驗 律師職業經驗 曾經罵過我的 曾經這個氣氛然後髒話 真的過幾天都會跟我道歉 我說媽媽那應該是 你的身分是個律師 我的身分是個醫生 他會跟律師道歉 因為他怕後面有別的事情 他不會跟醫生道歉 心生恐懼 那麼多年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就是吵得很兇之後 我說我已經找好律師了 他道歉了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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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